请皇上开恩 大贵妃 你这是干什么 皇上 家兄已向爱民如子 守正不恶 他又怎会杀害赵福父子 往皇上命查 这件事情 朕已经查明白了 曹景前杀人放火这事 以铁证如山 更有当日耕夫 亲眼所见曹氏兄弟 在火场外欧斗 轻而左听 曹景修怒责曹景前 不敢放火杀人 二哥他 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人心难测 海水难凉 他与你们分别了这么多年 如今他是个怎样的人 你们又怎能知道 也许 我并不值得二哥的为日 但我不会不清楚大哥的秉息 他绝对不会跟此案有关 当日刑部受理此案之时 曹景修 尸口否认当日 他怒自曹景前杀人放火之事 如今 曹景前杀人之事 以铁证如山 他还以一股心 朕只有致他共谋之罪 别无他法 皇上 既然耕夫也说 大哥只责二哥杀人 那皇上又岂能判他是共谋 他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他而死 曹景修明明知道 其地罪行累累 还以孤行包庇他 他现在不知悔改 朕如不严惩 如何面对受害百姓 皇上 爱妃 朕知道 曹景修为官政治 刚正不恶 如今 他如果肯指证 曹景前杀人之事 朕可以饶他一死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大哥他一向是王之秀 不可能 做出让娘亲伤心的事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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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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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拿手吧 拿手吧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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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死 别杀我 救助我 我真的不想死 杀了 杀了吗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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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死啊 娘 是孩儿没用 是孩儿修身不足 几家不利 才会到如此的地步 娘 虽然孩儿愧疚的就是 再也不能服侍在娘亲左右 一养万年 这一切都是你已造成的 如果不是你吵着要把我送关 根本就没有人会知道 这些是我干的 都是你 害得我人头落地 还有你 一直以来 不管我干什么 你都支持我 鼓励我 让我以为 我做什么都行 原来 还有国舅也不能拜明的事情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便不会笨的 连这些事情都干得出来 闭嘴 到现在你还在怪别人 要怪就怪你自己 多行不义死有余辜 你才自有余辜 当初 让我流落在外 吃尽了苦头 你不说为我叫去 如今 你却为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叫去 让我 跟他们陪葬 你们不要再吵了 都是娘的错 娘 我不是个好娘 才让你们遭到这狠祸 儿子啊 老婆 不要 这是天意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谁能救救我啊 处决的时辰马上就要到了 虽然曹景天是死有余辜 可是曹景修他 于中误国 于孝误人 曹景修他自己 被自己的于孝害死他 参见皇上 怎么 蓝贵妃还在殿外等候吗 贵妃娘娘 已经跪了差不多两个时辰了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他 他已经跪了 他 他们的仲人 過了 他的仲人 但我跟他有个姓为 他会有些人 对他 他有些人 的仲人 他不幸福 不幸福 拍他 时辰到 停刑 刀下留人 按四位仙家刚才所说 八仙归位就是为了东渡东海 摘取灵药 以解东海百姓免受瘟疫之苦 但是 皇上如若有所怀疑的话 能够驾驭祥云 从天而降 服侍神仙是什么 只是曹景修他 真的是八仙之一吗 没错 眼下他尚未点化 只要一经点化 他就会立即成仙的 皇上 如果你将曹景修正法 那么八仙就归不了位 那东海一带的难民 就会遭殃了 是啊 其实曹景修最多是犯了 是非不分 包庇纵容 循司王法之罪 罪不至死 还请皇上 宽宏大量 你们说 如果朕的龙袍被弄脏了 你们会不会觉得可惜啊 当然可惜了 如果朕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你又如何呢 这就 其实啊 龙袍也好 布衣也好 都不敢被别人随便脏了 四位仙家要朕众东海百姓 请招家三口 任凭凶手逍遥法怪 这个 皇上你说的言之有理啊 不过 如果这个不放了曹景谦 那曹景修就会宁死不从 我们也是 逼不得已请皇上法外施恩 如果朕是个暴君的话 你们起兵讨伐 便会生灵涂炭 如果置之不理呢 便会民不聊生 你们如何是好啊 朕知道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朕并非指四位仙家要求无礼 只是四位仙家种的是东海百姓 而朕管的却是天下万民 国之命如人之命 人之命在于元气 而国之命在于人心 法不张 人心废了 本王也知道 四位仙家是为民起命的 可皇上也是义不容辞的 这样吧 四位仙家要是能够让曹景修 说出真相的话 皇上或可免其一死 曹景修既是八仙之一 要救人 他也该尽自己的一份力才是 箱子 景修与你都是八仙之一 你们又是至交 你一定要救救他们呀 老夫人请放心 在公在私 箱子都会尽力的 两位大哥 你们跟曹夫人认识的吗 妾身在尚未嫁入曹家之前 跟两位仙家有过一面之缘 经他们的点话以后 妾身明白要找一个安身之所 所以辗转来了曹家 既然曹夫人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我和汉中离也祝愿你永远幸福 不用再四处奔波了 谢谢 箱子 皇上虽然贵为天子 但也毕竟是个凡人 你们是仙家 请他卖个面子 把我那两个孩子给救了吧 老夫人 天子寿命于天 乃玉地亲戚掌管凡间 总是仙家 也不得多加干涉 否则会遭惩罚 老夫人请放心 箱子已经说服皇上 准许探望锦修兄 只要他肯说出真相 即可保他一命 锦修兄 你怎么样 箱子兄 你回来了 可我就快要走了 想不到短短几天 就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我也想不到 从一个刑部小官 到当朝国舅 从云端到深渊 转眼间好像一生一世 真实的像假的一样 当日我先跟小云在一起 后来又跟燕菜在一起 接着没多久 却又与燕菜分开 其中的感受 与你无异 那我们算是同病相怜了 锦修兄 现在不是我们 故隐自怜的时候 当日我突然离去 就是因为发现 你是八仙之一 所以呢 我就去找其他的仙家 来跟你会合 谁知中途遇上 一直与我们为敌的 花龙太子 我不幸被擒 被他求入东海死穴 所以才导致 这么多的事情 箱子兄 你是越说越玄了 真的 你听我跟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 就是铁拐李他们所说的结界 不忍悟 不忍悟 我想从不忍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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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阪金星前辈 你快帮我停下来吧 你想停下来自然就会停下来 我就是停不下来才叫你帮忙的嘛 那是因为你不想停下来 所以停不下来 如果你真的想停下来 便会停下来的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快让我停下来 我快要晕了 你的天眼之前一直不能使用 这是你一心只想的宴菜 没有想着你要做的事情 也没有想着你要帮忙的人 刚才你被花龙打晕 以至于你的脑海一片清白 不但天眼开了 而且你还看见了曹景兄的一切 发从原生 一从原灭 一切诸法 皆为功夫 发从原生 一从原灭 一切诸法 皆为空无 我明白了 你终于 开窍了 太阪金星前辈 如今 景兄兄有危险 你快帮我去救他吧 哎呀 曹景兄 百姓孝会先 只是他被亲情所蒙蔽 只问亲情不为对错 以至于误人误解 这是他的念 如果他不从中误出道理 谁也就管不他 可是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嘛 纵然你帮不上忙 那就帮我离开这里好吗 哎呀 你的天眼一开 不用我帮忙 你也可以结困 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